好,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所叫的Laplace OK,Laplace 我们将一个在Tspace的 经过Transform之后 到了Sspace 这个Transformation 我们目前用的是Laplace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FT 这个地方是大FT 大FS 其中呢 FS 就等于FT 前面乘上Expensure-ST 然后对T积分 让T从0到无穷大 这里面呢 我们在定义F的时候 我们只管T大于0的这个部分 T小于0的这个部分我们不管 OK,所以假设你要讨论一些 T小于0这个部分 请记得先把它做一些 坐标平移的这个程序 之后呢 FT增加的速度 永远要小于前面Expensure-ST 的减少的速度 那这样子这两个乘起来 才不会发散 OK 那它的大小会一直随着T的增加 而变小 那最后我们积分呢 就会变成一个有限值 假如说FT呢 增快的速度比Expensure-ST来得快 那这两个乘起来的结果 也会随着T的增加 渐渐的变大 那那下面的面积就会变得无穷大 发散掉 OK 所以这是大家要记住的 好 那我们就来写几个东西 FT跟ST 好 第一个 假设FT是1 那么它的 Laplace transformation就变S分之1 假设是T的N次方 它的Laplace transformation 会是N的阶层 除以S的N加上1次方 OK 假设是Exponential A T 那么它会得到 S减掉A分之1 OK 假设它是Cosine Omega T 那么它会得到 S平方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S 假设Sine的Omega T 那么它会是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Omega 假设是Cosine HyperCosine A T 那么它会是S平方 再加上S平方 抱歉 减掉 S平方分之S 假设是Hypersine A T 那么它会是S平方 减掉A平方分之A OK 好 再来呢 假设 我们现在是两个相乘 而且这两个相乘 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我们有个Exponential AT 乘上一个Cosine Omega T 那这个时候呢 Cosine Omega T 本来是S平方 加上Omega平方分之S 那么现在的S呢 全部都做个平移 平移到S减A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为 我把它 它就会变成为S减A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S减A OK 那要是Sine呢 那当然也是同样的方式 OK 请大家要记住一下 这几个东西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有学过什么东西 有学过一个微分的 OK 微分的 好 假设有个FT 然后我们把它微分之后 再做Laplace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微分 对时间微分之后呢 我们对它做Laplace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 S乘上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在减掉没有微分之前呢 让它的T变数变成0的数值 假设是两阶的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呢 S平方乘上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再减掉S乘上没有微分之前 T等于0的数值 最后再减掉 一次方微分 T等于0的数值 OK 那T要是等于那个N次方了 那就那个时候再讲 OK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积分的啦 OK 假设呢 我们有Laplace 要针对一个积分 什么积分 FT 对T的积分 抱歉 我们现在要变数呢 稍微把它换一下 那我们呢 大家就可以有比较完整的 比如说对Tau Tau是从0到T OK Tau是从0到T 我们对它做Laplace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 S分之一啊 的这个F OK 对它做Laplace OK 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请大家呢 要记住这些 OK 还有什么东西 啊 Step Function 对不对 我们还有介绍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这边有没有 有 Step Function 就是U T减掉A 这是Step Function 什么叫U T减A T要是大于等于A以上的 通通都是1 T要是小于 A以下的 通通都是0 那么它转换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会变成 S分 Exponential 负AS 除以S分之一 OK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的 好 再来一个呢 我们学过两个Shifting 对不对 两个Shifting 第一个Shifting 我们称之为 S Shifting OK 我用这个 假设呢 我们有个函数 FT 你前面乘上 Exponential AT 事实上 我在讲的就是 后面这个 乘完之后 对它做Laplace Transformation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要变成什么 它要变成 原来没有乘上这个的 的时候 你的转换 会变成F S 但是现在S 要做个位移 S减A OK 好 那我们也教过一个 叫做 T Shifting 对不对 我们上次也教过 T Shifting 后来什么是 T Shifting T Shifting的意思 就是说 假设 你把 一个U啊 T减A 乘上个F函数 不过这个F函数 你也先把它 位移成 T减A OK T减A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对它做Laplace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会变成 Explanetial OK 大概 我们上一次 所讲的东西 全部都整理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下来 我记得上一次 我并没有 每个题目都做完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把题目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下去 OK Delta function 我上次讲了没 Delta function 有没有讲 没有讲嘛 OK 那我们待会儿来讲 我看看 我们上次 你们有没有上次的笔记 给我看一下 上次讲到哪边 借我看一下 是哪一题 没有立体啊 你的立体操在哪边 上次的立体 哪一题 就是把它转换嘛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一个真的 真的题目 OK OK 我们今天来看看 假设我们一个 非常简单的 R-C线路 然后前面呢 我们放个电池 这个电池可能是 随着时间啊 在改变了 OK 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讲 外面加的电位 是怎么加的 它是在从时间 从A开始 提供了支流的 到了B呢 就把它关起来 所以就代表着说 它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 V0 OK 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 电流 随着时间怎么变化 好 我们先想想看 假设呢 一开始这边都没有 电容都没有 储存任何电池 OK 它从0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等 时间一直还没到T之前 因为都没有 施加任何电位嘛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任何电流 所以都是 安安静静的 到时间等于A的时候 突然间 一个直流电位 就给它 V0就给它 发生什么事情 V0一给它之后 电子呢 就要从这边 跑过来 到达这个地方 它很想要 跑到正的这一段 但因为这些导线呢 我们都假设 是完美的导线 所以当中 没有电位差 所以这边的电位 就相当于 这边的电位 所以这个电子呢 会哇 很快速地 跑到这边来 但是它跨不过它 OK 这个电容呢 把它挡住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电流会非常快速地 往那边冲 因为呢 它可以跟对方见面 等到第二个呢 电子还要再过来的时候 它发觉 里面已经有个电子了 虽然说 对方一样很正 会吸引你 但因为有个电子 这个电子 就会给你 一点点排斥力量 稍微抵消掉 一点点 你的这个热忱 OK 所以呢 你跑上来的时候 会收到它的排斥力 那这两个呢 既然王不见王 一排斥的结果 就会在电容的两段 对不对 紧接着第三个电子 要再跑进来的时候 它发觉前面 已经有两颗电子 在那上面 所以阻碍力更强 所以持续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的时候 你发觉 一开始的电流很大 但很快电流 就要开始 decay 为什么 因为这边开始 存在的一些电子 来排斥你 后面再进来 假设说 我们这个持续下去 很久很久很久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当后 最后结果就是 当你后面的电子 要跑过来 跟这边的正电 吸引在一起的时候 他发觉 这里面的电荷 已经太多了 电子已经太多 多到排斥力 已经让它跑不过来了 直接就把它排掉 所以这个时候 电流就变成零 对不对 但是假设 我这个时间不够长 也就当我这边 还没有充饱之前 它又断掉了 又变成零 OK 抱歉 我讲错 这边是零的时候 是说两个结合起来 也就有任何电 全部都漏光光了 所以等到这个时候 你又接成零的时候 是不是刚刚 存进去的这个电荷 在这边 现在电荷又要开始 往两边跑了 对不对 开始往两边跑 哇 这个跑的速度呢 一开始怎么样 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正着受到对方 负的影响 他希望这样跑过来 跟他综合 负的也受到这边 震的影响 要跑过来跟他综合 再加上 本身震的这边呢 里面有一堆震的 在排斥他 负的这边 有一堆负的 在排斥他 所以他们两个 这样跑过来 互相综合的 这个能力啊 很强 所以电流非常大的 这样送出去 但是等第一颗 送过来 两个一综合完之后呢 消耗掉了 第二颗再出来的时候啊 里面剩下的电子 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那排斥力就要 减弱一点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冲出来速度 就没有像刚刚第一个 冲出来那么快了 所以 陆陆续续以来呢 这个电流啊 一开始会很快的 在这边综合 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减少 慢慢慢慢的减少 到了最后呢 的一颗 一个正的电荷在这边 一个负的电荷在这边 虽然说这边吸引力很强 但因为这边路 可以让他们两个人见面 所以他们还是跑过来 在这边综合掉 只不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里面的电子 没有其他电子 在排斥他了 所以他跑过来 速度就比较慢 最后面 他们要全部消灭掉 那有没有电流 就没有电流 所以我们预估呢 这个电流啊 到了这个地方开始之后呢 他要充电 充电呢 充电电流一开始很大 几乎是无穷大了 对不对 OK 所以他应该要很大 假设这个时间 到无穷远处呢 他最后就会变成零 但是他可能到了 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间 短路了 没有东西再提供他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看 假设说一开始 我们把这个叫做 RI好了 这是正向的RI 所以一开始你 一提供个电位的时候 电流会流过来 电子会从这边流 对不对 所以RI是正向的 所以是这样 对哦 要遵守欧姆电力 就代表这个值 就不是无穷大的咯 对不对 很好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这样子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不能 让他这么高了 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是欧姆电力 也就在一开始 这个瞬间啊 这个C啊 有跟没有 几乎都一样了 因为里面没有 其他电荷在排斥你嘛 所以这两个 可以冲过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 RI一定是什么 V0除以R嘛 要遵守欧姆电力 然后他开始减低 减低到这个地方 好 到了这个地方 发生什么事情啊 只有这下子呢 电位不见了 变成短路 两个一短路的时候 电流要逆向流 对不对 本来电流是这样冲进去 现在电流要逆向流出来 是不是 电流要变成负的 这一流出来之后呢 要在这边 被它消耗掉 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个电流是这样 那这个电流 因为最后面啊 你冲到这边的 电位差多少 这个也不晓得是多少 叫做V1好了 那么 这个呢 你一反向就是V除以R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我们解出来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第一件事情啊 我们先写啊 V1方程 OK V1方程呢 我们就用客西和服的这个回路定理 你所加的电位 要等于他所消耗掉的电位 所以现在有谁消耗 第一个 电容会储存你的能量 把你吃掉 第二个 电阻会让你的能量 以热的形式 散掉 所以电容呢 要怎么写 电容 怎么写呢 Q等于CV嘛 对不对 电容的意思 就是说你施加多少电位 然后呢 我可以储存多少电荷 假设我这个肚子 肚子的容量很大 我只要施加一点点 饿了感觉 他就要吃很多东西 OK 所以这样子呢 这个式子就跑出来了 所以当中的V呢 也就是这边的电位 要等于这两个电位的相加 串联前的相加 所以他的电位差呢 会等于Q 除以C 会等于C分之一的Q 再加上 这个电阻的 所消耗的IR 好 C分之一 Q是什么 我们感兴趣的是 I变成了什么东西 那你给我个Q 我怎么知道Q是什么东西 不过没关系 Q跟I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I呢 是等于Q DT 所以Q呢 就等于IDT 对不对 所以呢 相当于我们这个 就可以简写成为 C分之一的 0到T的 IDT 再加上IR 会等于V VT 对不对 VT 现在的V呢 它只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就要结束了 那很简单 我们就给它Step Function 从这边才开始 有个Step Function 然后再给另外一个Step Function 到这边之后呢 来综合掉你刚刚上面 E的Step Function 我把它剪掉 所以是不是 我就可以写成为 V0 U的T-A 剪掉U的T-B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我整个Equation 都建构完了 对不对 好 建构完了之后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来解了 问题是这怎么解 我们以前的解法很简单 我们就把整条方式 把它微分了 这个变成I的 一次方微分 这变成一个I 没有微分的 然后这边就是 再对时间微分 对不对 我们以前是这样做 但是假设你现在 做得出来 你大概只解得出 它的General Solution 你解不出来 它的Complete Solution 因为它的Particular Solution 就是什么 有Nomogeneous 内向Particular Solution 我们不晓得 应该怎么解 很难解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第一个式子 干脆 既然我没有办法 用正常的 传统的文方程来解 我就用Laplace来解 我将第一个式子 对它取Laplace 这一曲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这边会变成什么 U 因为V0是常数嘛 常数对它取Laplace 没有作用 你把常数提出来 所以就对它 现在剩下State Function 对它做Laplace 所以会等于这样子 所以它会等于V0 它Exponential 负AS 除以S 剪掉Exponential 正AS 正B 负BS 除以S 左边会等于这样 对不对 右边会等于什么呢 C分之一 C是常数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电容 然后积分呢 要做Laplace 所以会等于S分之一 然后再来什么呀 F 就是我们这边I 它的Laplace 那也就是说 这上面的I呢 是I of T 这边我们就写Is Is呢 是等于Is 就是等于什么 I of T 的Laplace OK 再加上R 乘上I I就像它一个T 一个T 一个T就像它这边 N等于1 N等于1 1的结层还是等于1 S分之1加1 变2 S平方分之1 对不对 S平方分之1 我看看一下 不用嘛 我干嘛这样子 这边是直接就对I 做Laplace啦 R乘上Is就好了 所以现在变成 我们的位置数 从这边的蓝色的I呢 跟时间有关系呢 变成了这边呢 跟S有关系的I 我们只要把它求出来 就好了嘛 所以现在经过这个步骤 我们把一个VM方程 我们第一个步骤 建构VM方程 第二个步骤 将这个VM方程 转成几何空间的一个 代数方程式 然后我们就解代数方程式 Is 解出来结果会变成什么东西 V0除以S R加上S1 1 乘之1 乘上Exponential-AS 减掉Exponential-BS 我们Is呢 算出来就变成这样子 OK Is算出来变成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 就稍微的把它处理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OK 这个样子是不是相当于 这边其实有两项嘛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把前面这个 叫做某一个FS 那后面有两项 Exponential-AS 减掉Exponential-BS 然后呢 就把它拆开来了 那我是不是就变成 Exponential-AS 乘上FS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你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有个T-Shifting T-Shifting 也就是说你在S空间的FS呢 乘上Exponential-AS 你看它是不是乘上Exponential-AS 后面这个乘上Exponential-BS 那么 它的逆向Laplace 就等于它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I T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会等于U 一个U T-A 因为什么事 不会 U的T-A 乘上一个F T-A 里面的T 也就是这个直接转换成为 这个可以转换成为 FT 反向 然后呢 我们再让T呢 用T-A来代替 就变成这个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Laplace -E的 FS 然后最后让T呢 用T-A来取代 OK 那后面那个也是一样 后面这边呢 U的 T-B 然后你对后面的FS呢 取 Laplace 的Inverse 取完之后让T啊 用T减掉 B来取代 就好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要怎么做 FS是等于什么东西 是等于这一串东西 对不对 FS 是等于什么东西 V0 除以SR 再加上 C分之一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V0呢 就是V0啊 V0就是V0 然后这个呢 S乘上R 加上C分之一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做一点点 变换一下 我把它写成S 我把R提出来 是不是 R C分之一 然后V0 然后V0除以R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 V0除以R 这个常数啊 我可以写在这边 然后后面就被S 再加上R C分之一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转过去是相加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Exponential 假设是S 减A 的导数 就变成Exponential AT 假设S 加A的导数 就变成Exponential 负AT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 我们马上就看得到了 我要是对它做个 Laplace Inverse 是不是变成V0啊 除以R 抱歉 提出来 那后面呢 就是对谁 S再加上R C分之一 那是不是等于V0 除以R 然后呢 Exponential 什么东西 负R C分之一的T 对不对 这个是等于什么 FT 然后我们把这个 带回来这边 前面这个T 要换成T-A 所以这样一带回来 IT会变成什么东西 U的T-A 乘上 上面在FT 然后让里面的T 变成T-A 所以就变成V0 除以R Exponential 负的R C分之一的T-A 对不对 再减掉 U的T-B 乘上这个导数 这个的反向 Laplace 就是它 V0除以R Exponential 负的R C分之一 但里面的T呢 换成T-B OK 所以我们的答案 就算出来了 OK 答案就算出来 答案算出来会变成 这会写成什么东西 我们整个来把它写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大家都有V0除以R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有 Exponential 负R C分之T 大家都有这两个 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V0除以R Exponential 负的R C分之T 里面会是什么 第一个 U的T-A 乘上 这边还剩下 Exponential R C分之A 减掉 U T-B Exponential R C分之B 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当T 小于A的时候 T要小于A 这些都是0 所以第一个0 当T 小于A的时候 当T在A跟B的中间 在A跟B的中间 后面这项等于0 因为这项只有 比B大的时候 才有1 所以只剩下它 它就是1 是不是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 写太近了 写远一点 先把答案写下来 V0除以R Exponential 负的R C分之T 再乘上Exponential RC分之A 好 这个是在 A跟B的中间 我把这个也写在后面 OK 好 再来呢 当T大于B的时候 T大于B的时候 这个一直都是1 这个也是1 所以就变成上面两个相减 就变成这样一个答案 这两个相减呢 都只是个数值而已 但这个时间增加的时候 它就一直的减少 一直的减少 OK 那你看看 谁大 A大还是B大 当然B大 因为B在时间走了右边 所以这个剪起来一定等于负号 所以 假设你把这两个一颠倒 负号就跑在前面了 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是类似这样 OK 好 那我们这题呢 就算完了 有没有问题 我把这边呢 做几个符号 让大家了解 第一件事情 解这个东西呢 前面第一个步骤 Step 1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Step 2 这一边呢 Step 3 OK Step 1是什么 Construct 建构是什么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Step 2呢 Laplace Transform 让它变成 代数 然后呢 把它解出来 Step 3 做Laplace Inverse Inverse Laplace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完 OK 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题呢 很类似 我们把它放在 其实我想不用做了 其他的都可以了 现在导致Homework 你们回家好好做一做 OK 这个部分的Homework 我就要给大家 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边 就是要练习而已 OK 就是要练习 记住哦 Laplace呢 一点都不稀奇 它贵呢 是贵重在于 你要多练习 你要练习 你就变成会了 OK 好 Section 6.3 框框的通通都要写 OK 自由一题 不用教 OK OK 现在呢 我们还要再来介绍一个 我们刚刚 先前介绍一个 State Function 在这边 紧接着我们要介绍一个 叫做Delta Function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Function 因为这两个Function 会给你了 后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Non-linear Turn 变成 非常容易表达 OK 只有State Function 已经很好用了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Delta Function 好了 我们来介绍一个 什么叫Direct Delta Function 假设我们一个方选 是这个样子 它呢 在等于A的地方 这个是A加K 也就是它的宽度是K 好 它有个高 一个PUS 之后呢 又变成没有了 这个高度呢 K分之一 很快的你就会发觉 当高度设定在K分之一之后呢 这里面的面积啊 就是一 一直维持在一的状态 好 我们把它写下来一下 假设有个F呢 宽度是K的函数 那我们可以写成为 高度是K分之一 或者是零 什么时候是K分之一呢 当A在 T在 A跟A加K的之间 要不然呢 通通都等于零 OK 这是我们FK 好 现在呢 请我们呢 算一下它的面积 会等于什么 Arial OK 会等于什么 当然就是F K T 减掉A 的底 T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你是前面都是零 后面也是零 你知道积分 积分中间就可以了 那我干脆我从零 那积到无穷大 无所谓嘛 反正有效的只有这一段而已 所以事实上呢 它会变成什么 有效的只有中间 K分之一这一段 它就从A 积到A 加上K 的底 T 这一看 等于K分之一 乘上T T就从A 到A 加K 所以你是不是等于K分之一 A加上K 减掉 A 就等于K K除K 就等于1 它的面积是等于什么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定义 我们找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是设定好 它的面积就是A 就是1 它绝对不会变的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来定义 什么叫做Delta方式 我们写过Delta T-A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定义 它代表你把刚刚FK T-A的这个函数 把它做个Limit K呢 趋近一到0 本来K指的是 这个的宽度 这个叫做K 现在我把K 趋近一0 趋近一0 是意思是 你一边变小的时候 因为代表K字变小 那K分之一呢 就一直变大 但是一直维持 面积是1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这两个 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东西 你就变成一个函数 这边通通通是0 一直到A的这个地方呢 变成一个无穷大的一个PUS上去 之后呢 又是0 就是这样子 这叫Delta方式 Delta就是很特别 只有在这一点上面 它才存在 高度几乎是无穷高 因为它宽度无穷窄 但是它告诉你 它的面积不是无穷大 它面积是1 OK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把这个记起来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样一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呢 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可以说无穷到 If T等于A 或者是0 Otherwise OK 但是呢 它的积分 永远都要 等于1 你从任何地方记得都可以 从0级到无穷大 反正你一定会包含 T等于A的这一点 只有在这一点的地方 它有意义 而且它的面积是等于1 还有个更重要的意义 是这样子 记住 下面这个是最重要的 假设你有个函数 G of T 你把它乘上个Delta函数 记住哦 Delta函数在T等于A之外 的任何地方通通通都是0 0乘上它就是0 所以只剩下一件事情 它这个积分啊 假设要有意义的话 事实上只有一个点有意义 就是T等于A的这个点有意义 对不对 好 它的面积等于多少 等于1 它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它告诉你 它算出来这个 会等于G 函数跟G一样 只不过T 直接换成A 就是这个地方的值而已 也就是这个G呢 的这个函数 可能怎么变化 不管它 只要乘上Delta T-A 最后只剩下T-A 这个地方的这个值 存在 其他通通都没有 OK 就这么简单 这个叫做Delta Function 所以假设有Delta Function 你对它做个Laplace 会发生什么事情 把这门擦掉 来我们对它做个Laplace 好 Laplace 我们就来算算看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真正要这样子算的话 你要是说 直接就把它摆进去 很难算 所以我们必须要退回来 退到用什么 Limited的方式下去 Approach它 先给它一个有限宽度了 下去做Laplace Transformation 之后 再把它这个宽度呢 缩小 编成零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Step 1呢 我们证明它的Step 1 求得它Step 1 我们先用一个Delta Function 用一个这种 有宽度的A A加上K 那高度呢 K分之一的 这个 先把它 Laplace Transformation 比如说 我先对它做 Laplace Transformation OK 好 假设 当然了 我们前面应该要乘上一个 GT 我要这样子做才对 对不对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GT呢 在这个点之前 因为都是零 乘起来也是零 所以呢 我必须把它变换 变换成怎么样 只有在这块方块有效 那方块怎么描述 我们之前的方块 先前那个例子 或者什么的 这任何一个方块 都可以用两个Step Function 描述它 对不对 它是不是等于GT 第一个乘上U的T-A 再减掉GT 再乘上U的T 减掉A加K 对不对 然后就直接对它做Laplace OK 我看看 哦 我们这个没有乘上GT 抱歉 抱歉 那是这个地方 我要先证明 还是在上面而已 先不乘 先不乘 Sorry GT先拿掉 先直接做Delta 做Laplace 做这个Delta Function Laplace 它一样 我们是这样子写的 那么Step Function呢 它的Laplace 已经告诉你在这边 S分之一的Exponential AS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成S分之一的Exponential AS 减掉S分之一的Exponential A加上K的S 整理一下 变成什么东西 大家都有S分之一 它有Exponential AS 它有Exponential AS 负的 那是不是消掉了 所以剩下的只有后面的这一项 负的 负起来什么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K K S 没有没有 前面有E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E 我先看看 没有啊 它已经消掉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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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可以把它提出来 Exponential AS S可以提出来 之后变成E 减掉Exponential K S 变成这个样 是不是 我有没有弄错 应该没有错吧 有个地方弄错 这个强度没有沉进来 这一边只是E而已 但它强度却是K分之一 所以K分之一 K通通要沉在前面 OK 所以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这样子 Step 2 去Limit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 Laplace Delta T-A呢 就要变成Limit K屋趋近于0 对这个 对这个的Laplace OK 对那去Limit了 K屋近于0 也就是要把上面的这个 所以Laplace Delta T-A 要等于Limit K去击0 Exponential AS E-Exponential KS 除以KS 告诉我 等一下 U要变成什么 有个负号 我都忘了加了 黑板距离很远 负号都会漏看 OK OK 所以当K去击0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分母很快的也去击0 好像要变得无穷大了 但事实上上面Exponential-KS 当K去击0的时候 这个变成1的速度 比它变成0的速度还要快 其实也应该差不多吧 你把它Exponential展开 你把它展开之后 你发觉它们差不多 最后面就只剩下Exponential-AS OK 所以我们将Delta方圈 写在这边 假设有个Delta方圈 T-A 那么它的Laplace之后 会变成负 A S OK 它们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那Delta方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里面讲的那个意思了 怎么写 我们 OK 我们基本上不再写其他 我们就把Delta方圈写在这边 它的定义很简单 它的定义就变成为 T等于A的地方无穷大 其他的地方 通通都等于0 Delta方圈的面积要等于1 0到无穷大的DeltaT-A 底T要永远等于1 而且呢 任何一个函数 乘上DeltaT-A之后的积分 永远等于这个函数 在A地方的数值 我们把它定义写在这边 把它的值写在这边 OK 结束 好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题例子 我们要怎么做 包含A就可以了 之所以要从0到无穷大的 是因为我们 Laplace积分都是这样 我只是为了配合Laplace 做成一个 看得懂的方式而已 假设你今天 真正在用Delta方圈 是在其他地方用 那就用其他地方的条件 所以你就要看看 你用在什么地方 好 来 我们再举一题例子 例子 哦 时间过好快 你看 已经一点半了 你看 马上就要下课 都还没有讲什么东西 OK 我先把它写完 假设现在有弹簧系统 你不管是 有没有把它泡在液体里面 都不管 其实它全部都有包裹 之后呢 重点是这样子 当它稳定之后啊 你拿个锤子啊 在时间T等于1的时候啊 一个无穷大力量 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质量 就把它呛一下 然后发生什么事 OK 就好像 荡荡鞦韆的时候一样 那个人静止不动 然后你突然间把它踹一下 看发生什么事 OK 踹的力量无穷大 好 但是你的时间呢 也很短 短到无穷小 面积是1 OK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 好 要解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编号 这位方程碰到Delta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不晓得应当怎么处理 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呢 简单的直接把第一个式子 什么 Laplace Transform Step 1 Laplace Transform 第一个式子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很快的整理一下 你发觉你整个式子 可以写成这样 S平方 再加上3S 再加上2 乘上 大Y 就是大Y是 你要 Y本来是T的函数 你经过转换之后 变成 在S空间的 大Y 要等于 Exponential-S 为什么 因为Delta 的 这个 Laplace 本身就是Exponential-S OK 因为它T等于1嘛 好 Step 2 解它 这还用解 所以呢 Y啊 马上就算出来 因为这个呢 可以因此分解成这样子 所以经过部分分式之后 它很快就变成 Exponential-S 加上1分之1 减掉 S加上2分之1 乘上 Exponential-S OK 它就变成这样子 第三步就要把它 Laplace inverse回来 对不对 inverseLaplace 所以这里面有谁 S加1 跟它很像 对不对 但问题是它后面 呈到Exponential-S Exponential-S 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它 嗯 什么时候可以用到Exponential-S 我们好像可以把它转弯成为 成为这个 因为这个只有S分之一 负的 A S 对不对 假设S变成S加1 好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先把这边 弄一下 所以我们第一项是什么 我先在这边整理一下 是S 加上1分之1 负S 假设我对它取 Laplace inverse 会变成什么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对个step function 它有S分之1 负S 这个形式 我们把它凑成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变成 S加上1分之 Exponential 它是叫什么 负A 对不对 负A的S加1 我把它凑成类似这个样子的东西 可不可以 我们需不需要先把它 OK 没关系 先注意这个 然后 我看看 那这边会 你就会多出一个 Exponential-A 就称上Exponential-A 就把它弄回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假设你要仔细看的话 我们U的T减掉A 经过转换之后 变成S分之Exponential-A 但假设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位移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位移 那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我现在有个S 再加上1分之Exponential-A S加上1 抱歉 这边有负的 对不对 那我转移回来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Exponential-A T Exponential 它转移一个E 负E Exponential-T 层上 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就是上面这个的 转移回来 U的 T减掉 A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上面这个呢 整个就可以写 Exponential-A Exponential-A 本来就可以提出来 OK 然后呢 它会变成Exponential-T U的T减A 是不是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这边是 这边A是等于E A是等于E 所以就比较简单 A就等于E A就等于E 是不是 就Exponential-E 减T 对不对 所以同理啊 后面这个怎么办 后面这个 是Exponential-S 也一样啊 我们经过个变换 Exponential-S 加2 除以 S加2 只不过 你现在后面 多了一个 Exponential-2 要乘上Exponential-2 对不对 所以 所以Exponential-2 可以提出来 后面这个呢 就又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简化成 这个就是它 它会变成Exponential 因为A是等于 负T 是不是 A是等于E嘛 T-E A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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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减E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变成这样子之后 再加上 没有 转换之前的 就是EU的 T-E 前来 还是我们用这个比较好 用哪一个比较好 好像这个比较好 好像这个比较好 会不会 你看我刚刚是用上面S Shifting 但是怪怪的 换起来好像换得不太好 假设我们下面这个会怎么样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Exponential-2 FuS 这边有Exponential-FuS 乘上一个东西是FS FS FS是谁 就是这个嘛 只是转换完之后再把T换成为T减掉 看看这边多少就是减掉多少 好像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好 我的感觉上 所以这个呢 好 算到一半 绝对怪怪的 先把它摆着 你们计算之后会不会这样 当然会这样 对不对 我们怎么知道一开始就要用哪一个比较方便呢 当然你要测试测试看看 好 那这样子一来 我们Y就把它写成为S加上1分之Exponential-S 减掉Exponential-S的S加上2 好 我们把这个写一下 Exponential我们要用T-Shifting OK 我们这块地方是Exponential-S 然后呢 这边是S加上1 事实上 这个意思第一项就Exponential-S的FS 经过逆项之后 它就要变成为U的T-A U的T-E 乘上FS 直接转换回去 FT会变成什么 S加1分之1 S加1分之1 是不是变成Exponential-T 但是放回来这边的呢 要F的T-A T要变成什么 T-A Exponential-T-E 是不是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把它转换回来 彭里另外一个 Exponential-S S加上2分之1 我们就可以写成为 那 F-T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S加上2 根据那个会变成Exponential-2T 对不对 然后要把它转换成F-T-E 会这么变成U的T-E 大家还是T-E 乘上Exponential-2的T-E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这两个都有了 所以 Y of T 会等于这两个相加 U的T-E 乘上Exponential-T-E 减掉 后面的这个 U的T-E 乘上Exponential-2的T-E 算完了 基本上 整理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漂亮的形式 好像也没什么 对不对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等于什么 T 小于1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通通等于0 所以它是0 T要是大于1 这两通通变成1的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Exactly 把它算完 OK 很快了 我们再把另外一题算完 我们这一节就可以结束 还有几题 Homework OK 好 我要把这个擦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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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错了 好我们串联了RLC 的线路 请问一下 假设我从电容两端 接两条电线出来 它这个地方的 VT会变成什么 我们要求上面呢 只在Delta T这个时候 给它一个电位 好像一个很强的突破 你做好一个线路 然后在这边量 突然间打雷 闪电 闪一下 然后你就感应到了 请问一下 这边的电位是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很简单 我要知道这边的电位是什么 我必须要先知道 这个地方的电流 我必须要知道 它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IT是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Q刚刚写 C有个特点 Q等于CV 所以呢 C上面的V 是等于Q除以C 是等于C分之一的 I对时间的积分 所以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 知道I了 带到这边积分 就知道V 随着时间的改变量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应该是在这边 这样写 因为啊 VC呢 就是等于VT OK 我们要求了这个 会等于C分之一的 I T DT 0呢 G到T 所以这里面位置数是谁 I T 所以I T怎么来 我们要知道了 才能够 回去求 所以I T呢 就必须要由 怎么样 由线路来得到 好 那有那个线路呢 第一个 我们加一个 这三端是串联嘛 串联加起来的电位差 又等于这边的电位差 L呢 的电位差 是什么呢 L呢 是等于DI DT C呢 C分之一 I DT 对不对 电流呢 R I 要等于ΔT OK 这里面的I呢 都是我们要求的 这是我们 第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应该由这个地方 可以退回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第一 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OK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 Solve 2 就得到I T I T呢 再带回去 Equation 1 就可以得到 V T 这是我们的策略 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看起来好复杂 管它3,7,21 Step 1 Step 1已经做完了 就是建构 Step 2 要把它转换成为什么 代数方程 我们就引入Laplace 把第二个式子取Laplace 第一个微分项 L 微分项在这边 L 微分的Laplace 会变成S 乘上I 的Laplace 那就是IS 我用G 我用黄色的好了 对不对 再加上 再减掉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的I 这是第一个 再加上C分之一 C分在这边 会变成 I的Laplace I的S 再加上R 上上I的S Delta function Delta function Delta function 在哪 在这儿 会变成Exponential 负S T顶于零 Exponential 那就是零嘛 那就是一啦 对不对 好 那我把IS 取出来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 把它算出来 但事实上呢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假如说 我可以从这个 直接得到 VT就等于VC VC就等于Q C分之一乘上Q 我能不能直接算Q呢 Q在哪边 这个是Q 所以 我是很简单的 一件事情是 把它通通换成Q 也可以啊 那是不是解出来 就是Q了 Q再除以C 就是我的答案 更快 对不对 因为我是 这个地方 通通通换成I 我可不可以 通通换成C 换成Q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是不是代表 我可以做下一步骤 这样看起来 比较快嘛 L 我们是不是把它 做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 微分 的话 我们会对L的 底平方 I 底T平方 再加上 C分之一 哦 等一下 Q 这个就是Q嘛 对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整个 整个转换一下 这是Q 这个是I I是底Q 底T 这个呢 两倍 底平方 Q 底T平方 这样子比较快啊 所以我是不是 就可以帮他写上 L 底平方 Q 底T平方 那把一次方 带到前面 R DQ DT 加上 C分之一的 Q 对不对 我都没干嘛哦 DLT 我也可以这样子啊 这是2的第一个式子 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我对他做 Laplace 那我也第一个L 乘上两倍微分之后的Laplace 会变成S平方 Q 没有微分之前的 就是QS 减掉 S 乘上Q 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Q是时间哦 Q 等他等于0 再减掉 Q的一次方 微分 时间等于0的 假设一开始的 C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 C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是不是他等于0 C的充电速度也是等于0 一开始本来就是0 所以是不是也是0 所以这样子 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 第二个 再加上R DQ DT 根据那边就是S 乘上Q 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那就是QS 那就是QS 减掉 Q 在时间等于0的数字 我们说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根本就没有充电 再加上7分之1Q 等于ΔS 因为Laplace之后 它变成这样 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这边整理 所以根据下面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Solve 2-1可以得到QS 可以得到QT 然后最后面 VT呢 就等于1分之1 乘上QT 就好了 速度快多了 所以呢 从我们下面这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Q S 等于什么东西呢 直接看一下比较快 S平方再加上20S 再加上10的 四次方 等一下 等于说 OK 先造写好了 所以我们有Q 干脆整个把它弄完 跟Q有关系 有什么 最左边是LS平方 再来一个 再加上RS 再加上1分之1 抱歉 这个是黄色的QS 不是蓝色的 等于1 等于这样子 OK if L等于1 R等于20 C等于10的负4 那么 这个时候的QS S平方 加上20S 再加上10的40方 分之1 OK 所以 我们希望 因为这不是20吗 所以假设我希望 把它化成为 S再加上10的平方 那么10的平方 这边会跑出一个 多少 100 但这边就是10000 100减掉100 会剩下多少 9900 分之1 是不是 9900分之1 9900分之1 这么刚好 它也未免太厉害了 S再加上10的平方 再加上 99.5的平方 差不多差不多了 大概大概 它是这样子写 OK 总之你要去凑它就对了 凑完之后 因为这边是1嘛 不行 我们总要凑个什么东西 假设把它提上来 其他地方要把它扣掉 OK 所以最好一个办法是 上面就写99.5 然后 其他照写 然后把99.5除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反转回去 反转回去的时候呢 Q T 这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抱歉 Side 对不对 Side这个东西 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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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nential as 所以最后面 VT 等于C分之一的 大QT C分之一就等于10的四次方 大QT 所以 就变成很大了 所以 大概是100.5 乘上 Exponential 负10T 乘上Side 99.5T 就把它算出来 就发觉 当你这样 Post一打的时候 时间等于0的瞬间 比0大一点点 这个等于1 这个也是0 答案呢 是100.5 对不对 时间等于0的时候 就是1嘛 不不 没有没有 它是0 那就是0 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个数值慢慢的增加到1 因为赛最大就是1嘛 但这个却一直decay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说 你有一个函数 VT 后面是Side Side Side一定是从0开始 管它了 一定有个周期 这个呢 从1的地方 一路decay下来 所以最后面的 你得到了就是类似加 我这画的 画的不太好 画的不太好 嗯 在考验我呢 OK 它很快就 damp掉了 就不再震荡 好 最后了